庄严世界进化人心 欢迎扶持佛像经典 设立它制作 华博帐号19658482 19658482 富民中华印经协会 心善命词 不生命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心法语》 甘愿我愿意献出一生 弘扬佛法 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甘愿您我愿意献出一生 不独装身 生生世世走下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会生生世世 追随你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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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断 忍念下去 阿弥陀佛 修护魔法 由灌顶消除灾账 成旧席地 二 这种运用烧香 来修行的方法 就叫做 焉供聚资法 顾名思义 即是运用烧香的供养 来聚集福德资粮的 一种方法 三 焉供是一种累积资粮 相除违缘障碍的 殊胜法门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 积聚往生净土资粮 成就出世果位之外 也能对我们在此 世间的生活需求 和事业的成功 有所注意 如果我们有 受用不足的情形 可常行焉供 与情修 增益主法 四 现今社会的各种天灾人祸 层出不穷 因而产生的不良四大灼气 影响整个时间 在法界众生 受到灼气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会受到伤害 五 因此我们修烟供法 随着五树烟 渺渺升起 供养诸佛菩萨 上供下施 消除所有的浊气 焉供法 福令六道众生 闻香而食 满足六道众生的即可 如此与众生结缘 成就最佳资粮 佛法 是透过外在有形的种种动作 用来启发内在 每个人本身 就具足的佛性 在每天烧香时 特别再赋予 观想思量 和持咒发心的方法 使烧香的利益 更具于圆满 渐渐具足成就资粮 减少障碍 这是一种自利利他 而且极为方便 和有益的法门 七 此燕供巨司法 乃由藏密 第十三世大宝法王 嘎玛八 杜都多杰所传 为方便行者修持 经汉语整理后 广为普传 以利人天 行者将因诚心 精进修法之功德 而获诸佛菩萨加持 顾法永务 请不吝点赞誉 助导修持 久知必获诸佛菩萨加持 尤其是人世间的种种恶缘 可得转亲或熄灭 种种愿望可心想时辰 九 焉供功德主要来自于 平时具有供养和布施善行之福的 因此 修焉供法 切莫以有所求而执着 纯供养诸佛菩萨 布施法界众生为基点 令众生获以为要 十 行者即使一生只修一次因供法 其功德将永存于法界而不灭 如此 当之修持因供 其利益无可思议 十一 焉供的对象 上供即使供养诸佛菩萨 下施即使不施六道终身 十二 焉供跟超度轨道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先念皈依与发心 之后念虚空藏咒 由虚空藏咒加持那些食物 都成为五妙语 殊胜的食物 遍满虚空 每一位轨道的众生 都得到食物和加持 所以这个咒语非常重要的 十三 有缘听闻虚空藏咒语者 都可以念 无虚口传 虚空藏咒 那么 三瓦达达克达巴尤比秀 母基辈 三瓦达康 五家底 三瓦达那 一万甘甘的康 索哈 十四 持念这个咒语之后 我们就祝愿 我们就祈愿 祈愿一切的众生 特别是轨道众生 能够清净业障 你苦得乐 这是很重要的 十五 尤其超度轨道跟烟供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发心 因为轨道的众生很多 我们给他们的那点物质上的食物 是不足够的 十六 如果我们的发心广大 就能够让无边无际的轨道众生 透过佛法的加持力 而得到他们需要的食物与祈愿 这是我们修烟供法要注意的 因此修法前必须先发福体心 能修烟供来布施众生 是很大的福报 切莫对众生其恐惧感 而是以慈悲怜悯心观想 我们有幸得到人生 可以布施众生 可以布施众生 可以帮助众生 这是生而为人的福报 要珍惜 烟供的功德 一般我们在家自行做的烟供 有桑和树两种 早上做的称为桑 傍晚做的称为树 桑及树两种 都含有上供和下施 二 三 主要是清紧消除障碍 数 主要是回向事与终身 一 修丧 可以供养诸佛菩萨 缘情寨主 留到终身 和那些 障碍我们的缘情寨主 夺取我们寿命的终身 以及三界里的一切终身 二 修丧 主要是清紧 并有助提升我们的运气 减低障碍 三 修术 可帮助中阴身的众生 或是孤魂、野鬼、王者、鬼怪 六道众生 修习以大悲观世音苦散为主 能让一切众生埋怨 众生有何需要 即变现何物 四、树的烟共又称秀共 因为有的众生 必须借着吸取烟物而获得饱足 五、烟共的时间 三、可以在早上或下午休息 但最佳的时间是在清晨太阳出来之际 而修术 最好在下午傍晚时晚上一可 因为有些众生会在下午傍晚过后除墨 三、桑和树两种烟共理念 皆包含了供养上师本尊、故法、三根本 可供养佛菩萨六道众生、一切众生 一、供养上师可获得上师赐予加持 二、供养本尊可获得本尊赐予的两种成就 一、不共同成就 一称圣意成就 指成就辅导上的成就 二、共同成就 二、共同成就 指世间的财富权力 消除病苦、消除障碍 三、供养护法 可完成习、增、怀、诛四种事业 同时也可消灭修持活法上的障碍 四、修丧或树的因故 五、可帮助六道及中阴身等众生远离众苦 一、可帮助地狱道的众生远离热恶诸苦 二、可帮助恶鬼道的众生远离饥饿诸苦 三、可帮助畜生道的众生远离互相残杀、被杀的痛苦 其帮助其消除投身、畜生道之根 四、可帮助修罗道的众生远离斗争诸苦 五、可帮助人道的众生远离人道中的痛苦 六、可帮助天道的众生远离堕落的痛苦 七、可帮助中阴身的众生消除恐惧、烧灼等一切痛苦 八、借着阴共的不失可使众生离开痛苦 九、修焉共法可消业障 还清愿对债主的债、人世间的诸恶因缘可转清洗面 十、烟共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五十六道众生可以增长福禄与寿采 身身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 五、所以烟共是一种快速累积资粮 能清净一切众生之够慧、消除违缘障碍的殊胜法门 可以免除噩梦、美韵、预兆不加等不吉利的事情 可以得到神心清净 六、也因为不失轨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妖魔鬼怪、地神精灵之类所造成的障碍 七、烟共法除了可以帮助我们积聚往生净土资粮、成就出世果位之外 也能对我们在此时间的生活需求、事业的成功有所注意 烟共的方法 一、消烟共法要在室外 例如阳台、棋楼、锅门口以固定角落皆可 让烟所飘到之处皆能闻之得度 最好朝着矿野处 因为荒郊野外的矿野处 没人的地方 这些鬼神就特别多 二、世外的烟共 尽管只有每天少量 却能利益无数量众生 行广大供养物识 功德倍增 修法者心量有多大 利益就有多大 三、所以当我们在做烟共时 当下的心态、动机是很重要的 我们应该怀着慈悲心、菩提心 以及利益众生的心来做 而不是抱着有所求的心 那才是正确的 四、如法应共的对象 包夸四种兵客 一、三宝 二、悟法 三、六道众生 四、元秦宅主 三宝和悟法无所不在 所以在屋外烟共 可以行广大上供下施 五、烟共随时可作 通常上午典相供佛 傍晚烟共下施如真 但若有时间者 随时皆可上供兼下施 六、也可以每日施共 但要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烟共定时定量 不求多、不要断 不执着功德 福报自然具足 チャEd 每日施共有十年 不要输耶 m 絆思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点在上面的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放在树像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园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因共 慈悲失实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我生生世世 风行善法 愿我生生世世 光行离他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祈求静静的罗命 恨不忘是菩提醒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这是佛陀的心愿 这是菩萨的心愿 阿弥陀佛 有一些鬼道更可怜 你这样他吃不到 他一定要等烧的时候 他才吃得到 闻得到味道 还有一种更可怜 可怜到什么阶段 要请各位全部都烧完了 剩下一点点灰 他吃那个 所以佛就会交代说 麻烦各位在做烟共 最后最后 那个烟共粉 剩下一点点灰 麻烦你 如果你很慈悲 就把他拿到树下 到处给他撒一撒 因为最没有福报的 就在等这个 所以各种层次 从闻得到 看得到 观想 有些鬼道很有福报 你只要观想 他就吃得到 所以各种层次不一样 所以按照佛经 从观想到真实的食物 到烧 到剩下烟灰 到剩一点点都要 他们都还在等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发菩提心 如果各位是一种 发起一个利他的这种 兵心 那种成佛的愿力 把他当作母亲一样 在念 哦啊 哦 哇 那个力量更大 我本身在态度上 下距离 不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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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免得到 我愿意免得到 或是一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